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民营企业和部分地方性国企 他们在起步阶段拥有的资源非常有限 资金短缺 人才匮乏 技术落后 甚至没有行业准入的资质 咱们就举一个例子 吉利汽车的老总李舒福 当年为了争取造车的资格 喊出过一句很悲壮的话 请允许民营企业家做轿车梦 哪怕失败就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吧 当年这些企业可以说要啥没啥 他们的自主研发努力普遍不被看好 当时人们更看好的是另一类企业 相信他们能够挑起中国工业的大梁 这就是市场换技术战略下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 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 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指导下 我国大型国有工业企业与知名的跨国公司共同出资 设立了一批合资企业 通过合资企业 跨国公司能够进入中国市场 国企能够获得先进的技术 实现双赢 所以这叫市场换技术战略 在通信设备行业 邮政部下属国企 先后与多个跨国公司合资成立了 上海贝尔 江苏复智通 广东北电 北京国际 南京爱立信 青岛朗讯等一系列明星企业 在汽车行业 当时中国主要的汽车生产企业 三大三小 也就是上汽 一汽东风 这三大 还有北汽 广汽 天汽 这三角 都各自与跨国企业巨头结对子 组成了合资企业 比如北京吉普 上海大众 广州标志 一汽大众等等 在政策的大力推动下 到1998年的年底 国内一共建立了557家合资企业 中央政府对这些合资企业寄予厚望 把当时国有企业当中的优质资产和骨干人才 全部划播给合资企业 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吸收跨国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带领中国成为工业强国 但是后来的情况与当时人们的预期恰好相反 实力取公后被普遍看好的合资企业实际上沦为跨国企业在中国的代工厂 不但没有发展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自主研发能力 甚至连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原研发平台也被抛弃 而当时并不在中央政府市场换技术战略视野之内 也不被坊间所看好的那批企业却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中坚力量 那么问题来了 岂不时要啥没啥的创新型企业 为什么能全面超越那些含着金汤石出生的合资企业呢 有心栽花的市场换技术战略为什么会失败 而无心插柳的自主创新之路又是怎么成功呢 这就是这本书要为我们解开的谜题 这本书的作者叫封凯栋 他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他从2003年起就开始研究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工业政策 20年中访谈了几百位中国工业领域的企业管理者 工程师学者和政府官员 这本书以非常扎实的调研和数据 书里还原了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的工业发展史 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他的豆瓣评分高达8.8分 那接下来呢 我会分成三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 中国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市场换技术战略 第二 这个战略又为什么会失败 第三 相比合资企业 在资金技术人才各方面都处于劣势的创新型企业 他们到底做对了什么 毋庸讳言 当年中国选择市场换技术战略 是自主创新路上踩的一个大坑 一些人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评论 说这条路显然是走不通的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改革开放初期那个真实的历史现场 你就会发现市场换技术不但有强大的理论依据 而且可能是当时认知条件下解决中国工业发展难题的最佳选择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说理论依据 当时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 后发国家要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 需要经历一个阶梯式上升的过程 也就是从引进模仿到消化吸收 再到自主创新 具体来说 后发国家的制造企业会经历从纯粹的代工厂 到具有一定研发能力的贴牌厂商 再到拥有自主品牌的制造商 前一个阶段的经验积累 能够让企业自然长出下一个阶段需要的能力 听起来 这样的理论无懈可击 被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普遍接受 再来看改革开放前后 也就是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 中国工业体系面临的具体困境 当时为了尽快获得先进技术 快速提升工业生产能力 中国做的第一个尝试并不是市场换技术 而是从国外直接进口成套的生产设备 比如1970年代 中期的四三方案 以及1978年启动的七八计划 就是从欧美和日本大量进口成套的设备 但是钱从哪来呢 七八计划光是进口设备就需要130亿美元 除此之外 修建厂房公路这些配套基础设施 又要花超过200亿的人民币 你要知道 1977年当年中国的出口外汇收入 只有区区76亿美元 中国政府的总财政收入也不过800多亿人民币 根本没有钱支付这笔天量的费用 之前本来希望依靠增加石油出口 还有获得国外贷款援助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后来发现这两条路都行不通 新勘探出的石油储量远远低于预期 而发达国家承诺的贷款援助也没有如期兑现 更糟心的是事后复盘 由于当时中国不熟悉国际商务谈判的规则 那个时候中国进口设备的成本 要显著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更是远远高于日本在同一时期 从欧美进口设备的价格 中国在短期内面临巨大的外汇缺口 直接导致1979年初爆发的财政危机 兜里没钱 靠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 来提升工业能力 这条路走不通 后续的设备引进计划只能被全面叫停 退一步说 即使当时能够获得国外贷款来购买设备 后续也会面临巨大的还本负息压力 给国家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 那么还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呢 这一时期 我国派出了大量的考察团 到几十个国家寻找发展工业的先进经验 其中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发展模式 引起了角色层的注意 他们不是进口成套的设备 而是以技术许可 合作生产和合资经营的方式 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 迅速提高了国内的工业水平 我们能不能也借鉴这种方式呢 在当时的设想中 通过与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 可以同时实现多重的目标 第一 缓解外汇压力 实现进口替代 设立合资企业 是跨国厂商对中国直接投资 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 这样一来 我们就不用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 来购买生产设备 还有进口汽车 甚至合资企业生产的汽车 还可以出口海外市场 实现出口创汇 第二 也是更重要的目标 引进先进技术 提升研发能力 我们对合资企业的定位 并不是单纯的生产基地 而是通过与先进的跨国企业 深度合作 建立起自主研发的能力 比如 1983年成立的第一家合资汽车企业 北京基普 就在当时的合资合同中 明确规定 需要建立一个内部研发中心 以构建企业的核心研发能力 1988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我国轿车工业的发展战略 也明确提到了合资企业三步走计划 1995年以前以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联合开发为主 1995年以后以引进技术和自主开发并重 2000年以后以自主开发为主 当时看来 这条从引进技术到自主研发的路径 是清晰而且可以实现的 除此之外 跨国公司还具有符合现代企业理念的先进管理经验 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 国企能够近距离的学习这些经验 从而把计划经济体制下比较僵化的组织模式 转向市场经济下 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和治理模式 为了快速推进市场换技术的战略 政府给了合资企业极大的资源和政策支持 比如1983年成立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基普时 北京汽车把固定资产中78%的优质资产 和员工中前40%的业务骨干都划拨给了北京基普 而技能偏低和年龄较大的员工则留在了北京汽车 再比如为了支持同一时期 在通信领域成立的合资企业上海贝尔 邮电部从全国各地的附属研究部门 调来了十余位高级专家和教授 六十余位工程师和科研人员 还有七十余位管理人员 除了直接的资产人才注入 政府还给予合资企业极大的税收优惠 当时的私营企业所得税率为23% 大型国有企业的所得税率超过30% 而合资企业享有两年免税三年减半的税收优惠 五年之后实际所得税率也只有11%到15% 同时为了让合资企业的产品能够在国内打开市场 政府大幅提高进口产品的关税 比如1986年汽车整车进口关税 从前一年的120%到150%提高到了180%到220% 在空前的政策支持力度下 合资企业的增长非常迅猛 在通信行业2000年时 上海贝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承控交换机供应商 并且在大型局用数字承控交换机 这个高端市场独占了国内95%的市场份额 在汽车行业 合资企业的领头羊上汽和一汽 从2005年开始被列入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的榜单 并且在2008年分别获得排名第373位和第303位 那这么好的市场成绩 是不是说明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成功了呢 其实并非如此 对照当年设立的合资企业两大目标 我们来具体看一看 第一个目标是实现进口替代和出口创汇 在高关税的保护下 进口产品的市场份额迅速降低 合资企业的产品占据了国内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确实做到了进口替代 不过出口创汇这个目标却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实现 因为合资企业对外出口等于是抢占跨国公司的国际市场份额 合作的跨国公司并不满意 实际上 跨国公司不但不希望合资企业出口产品 反而要求合资企业大量进口全散装组件 行业术语叫CKD件 然后将这些组件在国内组装成成品 然后出售 这种CKD件的价格很贵 合资企业进口一套CKD组件的价格甚至可能超过海外一辆整车的价格 跨国公司通过向合资企业出售昂贵的CKD组件获得稳定的收益 但代价是合资企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大量进口CKD组件也让中国的外汇储备进一步恶化 1985年中国签订了高达7.8亿美元的CKD组件进口计划 外汇储备就只剩下了14亿美元 第二个目标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来获得核心研发能力 更是一脚踏空 作者在书里边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在轿车生产领域 在2005年的政策范式转型之前 市场换技术企业并没有面向大众市场 从事任何系统性产品或复杂技术的开发活动 你可能会觉得这种断言过于极端 别急 我们来看看书里边列出的具体数据 从开发新产品的数量来看 合资企业可以说是严重不足 比如截至2001年 已经有12个矿国公司 在中国组建了19家合资汽车企业 但投放市场的车型有多少呢 一共只有12种 而且车型陈旧 我们熟知了老三样 桑塔纳 杰达和富康 这三种车型在国外早就停产了 但是在1990年代 却占据了中国汽车市场50%的份额 中国消费者的选择少得可怜 通信设备领域也是如此 通信设备是2B的生意 本来是根据客户需求高度定制化的产品 但是合资企业只有基于跨国公司提供的固定产品 为客户定制和优化的空间非常有限 前面说的是产品开发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专利技术 对于燃油车最核心的发动机系统相关技术 1980年到2022年 所有的汽车合资企业中 只有上汽通用和上汽通用50分别拥有64项和37项专利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一家合资企业的专利数超过五项 这其中还包括上海大众 广汽丰田这些知名企业 反观那些致力于自主品牌的新兴企业 比如长城 吉利 奇瑞 比亚迪 江淮 这五家企业平均每家都拥有超过400项的发动机系统相关专利 如果看电动车领域 差距就更加明显 合资车企几乎完全没有专利申请 通信设备行业也是如此 1980年到2022年 合资企业中表现最好的上海贝尔只有2396项专利 其他合资企业累计专利申请数量都没有超过100项 而自主创新的代表企业 华为和中兴 同一个时期在中国累计申请专利 分别达到43,626项和30,234项 是上海贝尔的十几倍 那为什么当初被寄予厚望的合资企业 自主研发能力严重的拉跨呢 根本原因在于合作的跨国公司与中子企业在核心利益上是不同的 中方的核心利益是获得自主研发能力 而跨国企业当然不希望为自己培养竞争对手 他们对合资企业的定位是生产销售已有的成熟产品 甚至是过时的产品 在国内市场赚钱 而不要浪费资源发展自主研发能力 为了不让中方获得系统的研发能力 跨国公司用了三道防线牢牢卡位 跨国公司的第一道防线是隔离研发组织 以汽车行业为例 在参与组建合资企业之前 国有汽车企业是拥有自己的研发平台的 比如一汽有红旗产品的研发平台 上汽有上海牌汽车车型的研发平台 北汽也有自己的卡车研发平台 但是在组建合资企业的过程中 跨国公司坚决把本土的研发平台隔离在外 不予使用 这些研发平台除了红旗外都被逐渐废弃 而红旗平台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至于国企原有的研发团队 因为把骨干人员都筛选出来 划给了合资企业 留下来的人往往被定为富裕人员 或者是被优化的人员 他们的士气低沉 难以挑起大量 重新建立起产品研发体系 没有研发平台和研发团队 来系统积累组织的研发能力 企业是很难完成 引进吸收创新这三部曲的 这一招可以说是外资企业釜底抽薪 这还只是第一道防线 跨国公司部下的第二道防线 是屏蔽研发信息 在合资企业的生产中 外方只提供有关制造和组装的必要技术信息 而所有关于设计的知识 比如为什么需要有特定的设计细节 通过什么方法来确定设计细节 这些信息对中方都是保密的 一个极端的例子 当年北京基普的工程师 按照合资合同约定 到美国参加培训时 对方不允许他们进入产品开发部门去参观 至于必须提供的生产图纸 外方要么直接对图纸进行修改 甚至直接裁剪 要么把关键信息封装在模块中 让中方根本无法了解完整的产品系统 比如上海大众 经过了近20年的合资生产之后 仍然没有拿到桑塔塔轿车完整的零部件清单 因为大量零部件被预先装配在大众其他供应商提供的模块或者部件当中 这样一来 中方最多只能积累起产品局部的生产知识 而没有机会去接触产品建构 系统集成 这些产品研发的底层知识 跨国公司布下了第三道防线 是控制研发流程 虽然赫兹企业既没有研发平台 也没有完整的产品信息 但是为了顺利的进行本土化生产和销售 还是需要做一些设计优化的 对这些设计优化 外方设置了极其严格的审批标准 还有繁琐的流程 中方工程师就算只改动一个螺丝钉 也需要外方层层审批 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权 久而久之 中方工程师意识到 他们事实上并没有权利自主改进产品设计 当然根本没有机会去做原创型设计 只能做一些操作流程 操作标准上的优化工作 工程师群体在合资企业中逐渐被边缘化 公司决策成以销售财务背景的高管为主 你看通过隔离研发组织 屏蔽研发信息 控制研发流程 这三道防线 跨国公司可以说全方面斩断了 合资企业的自主研发努力 让他们安于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高效代工厂 还有利润中心 到本世纪初 也就是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实施了20年之后 决策曾开始意识到 这条路只能让中国通往制造大国 而不能通往制造强国 我们最想获得的先进工业自主研发能力 是不可能通过市场换技术战略实现的 幸运的是当初那些被排除在市场换技术战略之外的中小玩家 尤其是民营企业和部分的地方性国企 他们因为没有机会和跨国公司直接合作 只能搭个草台班子自己干 反而是闯出了一片天地 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中间力量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无论是从推出新产品的数量 还是从专利申请的数量来看 自主创新企业都全面超过了合资企业 这其中的佼佼者 比如通信设备领域的华为 和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比亚迪 已经实现了全球领先 听起来这是一个标准的草根逆袭故事 那么逆袭的关键在哪里呢 前面提到 跨国公司为了不让合资企业获得研发能力 费尽心思布下了三重防线 而自主创新企业 不管是有意设计还是歪打正着 他们恰恰都是在这三点上实现了反向操作 第一点他们高度重视产品开发平台 合资企业在引进跨国公司产品线的同时 普遍废弃了自己原有的产品开发平台 这就相当于自费武功 而每一个自主创新企业都把建立产品开发平台 视为企业的核心任务 不管这些平台一开始看起来有多么粗糙 比如奇瑞汽车 在成立之后的短短十年间就拥有了风云QQ 东方之子奇云A5等多个产品开发平台 产品开发平台是企业积累能力的关键 有了自己的产品开发平台 企业才可能不断的迭代打磨产品 积累研发经验 研发能力只能在持续的研发过程中积累 而不可能在组装生产等其他活动中积累 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能力模型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 一个人在五星级酒店里边帮厨 看着高大上 但是如果只能做喜菜切菜 没有机会跟着大厨练手 那他永远也成为不了好的厨师 而如果他能够自己长熟 哪怕是个苍蝇小馆路边摊 他每一天都是在积累内功 向真正的大厨去进阶 第二点 不搞合作生产 而搞合作研发 早期的一些批评者认为 合资企业是向先进生产力学习 而自主创新企业是闭门造车 这是极大的误解 自主创新企业也大量和外企合作 但这其中有个关键的区别 合资企业希望的是曲线救国 在组装生产过程中间间接获得研发经验 但是被跨国公司刻意屏蔽了那些关键信息 最后只会按图生产 不会自主研发 而自主创新企业并不适合跨国的汽车巨头 合作生产而是绕过他们直接和上游的设计公司 搞合作开发 比如奇瑞和奥地利著名的内燃机开发公司 AVL合作 研发了总共18种型号的发动机 研发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前四种型号的发动机的开发活动 主要由外方工程师在奥地利进行 第二阶段 中间三个型号的开发活动 在奥地利和中国往返进行 主要由中国工程师在外方的指导下 动手推进开发 第三个阶段 最后11种型号的发动机开发 都在无湖进行 主要由奇瑞工程师来推进 而外方专家更多只是担任监督员的角色 通过与AVL公司的合作 奇瑞成为当时最强的本土发动机提供商 甚至拿到了跨国公司的订单 2007年 意大利汽车巨头菲亚特 与奇瑞签署了长期合同 每年一共购买10万台奇瑞的发动机 除了这个例子 自主创新型车企和欧洲其他的著名汽车设计公司 比如宾尼法利纳 贝尔通 乔治亚罗等都有大量的合作 并因此大幅提升了研发能力 你看 同样是与外资合作 不同的合作对象与不同的合作路径 结果完全不同 第三 是建立以工程师为中心的组织 在合资企业 跨国公司通过设置重重的审批关卡 来严格控制研发方向和研发流程 导致本土的工程师没有产品开发的动力 并逐渐被组织边缘化 而自主创新型企业 则趁这个机会 大量吸收从国企和合资企业流失的 还抱有汽车开发梦想的精锐工程师力量 比如奇瑞汽车在创立之初 核心的技术团队几十名工程师 就主要来自于一汽集团 奇瑞汽车总部的门牌号 因此被命名为长春路8号 同样的吉利汽车吸引了原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 一大批高级工程师的加入 包括原一汽酒院的设计部部长 南京菲亚特的总工程师 还有红旗轿车的副总工程师等等 把人才吸引进来以后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打造以工程师为中心的组织 自主创新企业授予一线工程师团队充分的研发主导权 鼓励他们从各个方向去探索可能性 而工程师在密集的研发活动中快速成长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能力 实现了良性的循环 比如奇瑞在快速增长期间 每个工程师平均参与的产品研发数量是12个 还有华为在国际交流中派出的资深技术专家 往往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让其他的国际电信巨头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交流之下发现这些年轻的专家 的确拥有丰富的项目经验 更进一步的自主创新型企业核心决策权 也向工程技术开发团队倾斜 在股权分配中更看重工程技术人员的价值 从而建立了以工程师为核心的组织 这本书的作者认为 这是自主创新企业与市场换技术战略下的合资企业 最重要的区别 回顾这段历史 我们可以发现 技术创新能力并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 可以通过与外资合作建厂 通过组装生产就能自动获得 世界工厂并不必然走向世界的工业强国 在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下 合资企业被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 按照跨国公司的计划性指令进行生产 这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合资企业丧失了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 并且因为他们与本土企业的联系互动被掐断 导致了整个产业链中系统设计 关键零部件研发 关键仪器 关键材料的供应都掌握在西方企业手中 整个产业链无法建立起内生的创新互动反馈体系 于是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循环拐圈 作者把这个现象叫做本土工业创新的去组之化 而另一边 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 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意外 他们因为被排除在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之外 只能创建自由品牌 只能走自主研发之路 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活下去 他们把大批被合资企业边缘化的本土工程师重新集结 根据本土市场的客户需求快速更新迭代产品 和大量本土上下游企业紧密互动 与本土研发机构和高校展开密切的合作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的工业创新体系开始再组织化 最终建立起一个内生的工业创新组织系统 这才是中国走向工业强国的根本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按钮 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 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更多课程完整更新 微信17362627673 警方二手 作者 李宗监 李宗监 官后一 hass